到哪儿呢 世青 青山横北郭白水 绕东城 郡主 你来干什么 我来照顾你啊 不必了 这里有四横就好 四横 你先出去吧 我有話單獨跟少爺說 少爺 書給你放開 放開了 時青啊 這個呢 是我專門找人求的 治眼睛的偏方 據說可以把你眼周的經絡 都給打通 使失明治人恢復視力 我來給你試一試吧 沒事吧 沒事吧 没事 真不好意思啊 浪费你这一番心血了 没事 时清 这个 据说多按摩按摩手臂 对恢复势力也有保处 原来这什么瞎子 浪费时间 是 等我去给你换一副新药 我昨天试过 这梅三少只真的看不见 那蜘蛛在他身上爬呀爬 都快爬到他脖子上了 他愣着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也算是个好消息吧 秋华 你那边呢 没有得听到郡主的消息 黄乱赌方那边 也没有得听到何老爹的消息 那我没嫁到山上 他们不会把我爹给杀了吧 不会的 赌场不会这么干的 小丸子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你爹会没事的 二分来 郡主好惬意呀 二分亲自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老三这不是一直受伤吗 我带了些补品 郡主啊 就多费费心帮他补一补 谢谢二分好姨 嗯 世青为你还好吧 别看三少爷现在这样 在眼睛不好以前哪 那可是出了名的 演高于鼎的风流公子 这全青州城 就没有一个姑娘 能入得了他的眼 除了那个 如意楼的那个歌女 二夫人 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我现在觉得呢 他只要乖乖在我身边就好 那我 说错了 不说了 不说了 瞧我这记性 来 郡主 我这儿有一个簪子 我觉得啊 配郡主正合适 这点小心翼 还希望郡主 不要嫌弃 来 这无功不受度不太好吧 不过这毕竟是长辈的一份心意 不受到显得我 不尽情分了 总之谢谢二夫人 你喜欢就好 这家里呀 女眷太少了 郡主能嫁过来 我特别地开心 希望郡主以后有时间 就多来找我聊聊天 一定一定 我这个人最喜欢聊天了 三少爷这身体不是平日里不好吗 我怕郡主觉得过于烦闷 我还给郡主啊 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你就等着看吧 我这个人也最喜欢惊喜了 真的是谢谢二夫人 你一定会喜欢的 那我就不打扰郡主了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那二夫人慢走 二夫人 常来玩呀 好的 再见 郡主 再见 她来干什么 世青啊 我觉得吧 这二夫人还挺不错的 这不还给你送来了补品 扔掉 不是 这么贵别扔啊 扔 扔扔扔 我只觉得 二夫人这人虽然有问题 但是东西没问题 浪费可止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没有啊 真的 我骗你干嘛呀 再说了 我可是堂堂郡主 能被这点小恩小贵 就吃得我的水上腰吗 搞笑 但愿如此 子鸿 扶我出去走走 哦 夫人 您竟然不喜欢梅三少 为什么还要送补品给她 不懂了吧 这些东西啊 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放着也是放着 送给他们 不过是想上郡主讨个人情罢了 夫人英明 这种东西多了去了 你记住啊 以后再去送东西的时候 长点脑子 机灵点 多打探打探情报 是 我吩咐你办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夫人放心 您交代的事情呀 下着门都好好办的 郡主才入府 想要拉拢他 自然是要费点心思的 你跟二芬更熟一些 你知道他要给我们看什么吗 我只知道 他想让你高兴 下了不少功夫 你该不会嫉妒 我在府里人员比你好吧 老爷 你看 她们来了 郡主 二夫人 您到底要给我们看什么呀 我呀今天花重金请来了 最好的杂技团 来给大家解解闷 那走吧 咱们上台吧 走 让他们开始吧 是 老爷 走 走 坐 老爷 这次我请了这个杂技团 他们有个特别的绝活 是特别有名的 还重金请杂技团 我跟我爹就是最好的 熟起爹 也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 照顾